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成都名厨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 夫辣猪根 这道美食的主要贴点 猪根 悬香花能 夫辣味突出 要做好这道美食 需要几个小技巧 现在我就给各位好朋友 分享这道美食的制作过程 希望大家能喜欢 首先我们把非常新鲜的枝根 斜刀切成薄片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薄片已与竹根快速的成熟 切好后我们把它装入一个大碗中 用勤碎反复的虫细 尽量把竹根中缩寒的血水吸紧 现在准备点配料 首先把落袋的大葱切成马耳朵 再把喷周的大蒜切成薄片 尽量的烙黄浆 同样切成薄片 今天还选用了 新饭非常冷的糾黄 切成端节 现在来研制 经过充分吸紧的竹根 首先给入适量的料酒 少许的腹胶 或适量的豆粪 再给入少许的维基学 把它们充分的调运 充分调运后 盐质打开4分钟 另外把切好的马耳朵虫倒入碗中 现在来准备这道梅式的关键作料 干海胶用斜刀把它胶成端节 这道梅式突出的是腐腊尾 因此干海胶稍稍多一点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热锅冷油 首先下入蒜片 姜片 适用中小火炒 打开30秒后 下入干海胶 或适量的大红泡花椒 喜欢吃点麻的可以多给一点 现在仍然是用中小火炒香之后 给入适量的皮线朵板 继续炒30秒后 现在转最大火 下入腌制好的猪根 快速的翻炒 炒大概4秒后 下入该河道的酒黄 酒黄入锅后炒的时间最多4秒 经过快速翻炒之后 七锅前给入适量的围巾 或者是鸡巾 关货七锅 各位好朋友 一道色香味居家 芙辣味突出 猪根喧香花嫩的 芙辣猪根制作完成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好朋友的耐心收看 请记得关注点赞分享收藏 咱们下个视频见